我倒是个演员 从初出茅庐到生灵雀起 这几年呢 他势如破竹 不断突破自己 用实力证明自己的无限可能 强相思中 他是美强散的冷酷妖王向柳 腾讯热播剧 《恒响》的《香柳》中 他是成熟温柔的配音大神莫青城 期待他未来 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 是的 而且这次剑子特别有设计 在《恒响》《恒响》中 也有一首与向柳相呼应的歌曲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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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又见面了 来 来 剑子这位剑 嗯 来到牛鸟身边 剑子老师您选择了《爱诚》 是 我刚刚其实想选意想 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《爱诚》 而且选择诚实地面对自己 对对 诚实地面对自己 您在今年有两部剧的角色 都让人印象深刻 一个是隐忍的向柳 一个是普通出击的莫青城 一个长嘴的一个没长嘴的 那您本人更倾向于哪种处理感情的方式 我本人吗 我本人应该算是嘴不多的 顿不长的 向柳吗 对 相对也有点好 但是我们都觉得向柳 真的我们看得急啊 真的急啊 能不能说出来啊 把经历像的那些话 是 还是隐忍克制一点吧 有逼不得 也是因为内心真实的一个想法 对对对 好的 那在这里也是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剑刺老师两部作品的播出 好不好 那在这里 感谢剑刺 来到我们的腾讯视频 星光大厂 请移步我们的星光俱乐部 谢谢 休息 再次感谢梵刺老师 好 好